這個第五個呢 赤小豆 那赤小豆呢 跟紅豆長得很像 我們挑越緊小 越小越細小的越好 味心性平 無毒 赤小豆呢 主要是行水 行水善喻 我也使用了很多 好 赤小豆 善喻 甚至於包括痣瘡 外痣我都可以用 我都加赤小豆很好 赤豆當歸 能夠排血 那硝種解毒 赤小豆能夠硝種解毒 所以排庸 種濃血 那一切一切的擁矩二瘡 像肛門治瘡就是一種啊 對不對 赤小豆 好 這個曾泉呢 他說這個製熱毒 製熱毒 能夠上噩血 那 這個 孟賢呢 他說 和鯉魚一起煮 甚至可以治 角器 角器跟赤小豆 鯉魚煮在一起 那他本身呢你看 他因為 行水善血 所以說 一些小麦 一些毒啊 喝酒 喝酒 吃太多啦 吃酒 酒毒啊 通通可以治 但是身上的濕熱 都可以 使用刺小豆 濕熱能夠很肾的 通通通可以使用刺小豆 好 那個煮起來 當然沒有像紅豆那麼好吃 紅豆湯 但也會有紅豆的看的樣子 好像煮不爛的感覺 煮不爛的紅豆的感覺 好 吃小豆 非常好用 那一般我們用吃小豆的劑量呢 就是三錢 那有時候大劑點五錢 五錢就很多了 五錢就非常多 一般豆類的藥 有豆子的 豆類的 好我們就會 先放到水裡面泡一下 泡個 三十分鐘 然後再開火去煮它 好 讓它水分能夠吸收一下 再去煮 那會煮得更爛一點 好 那有時間多點 泡一個小時都沒有關係 好